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众来观战一下小魏叔的红夫人 阵容方面的话囚徒小女孩玩具商拥兵 这个阵容遇到红夫人那不是一刀一个 也就玩具商可能卡个跳板能玩一玩了 这个阵容打红夫人打不过的 这个红夫人是个胜率高达88%的万分红夫人 目前S4 就上来他只要能找到小女孩或者囚徒当中的任何一个 都是宝贫真胜 这个ID叫小魏叔了怪大帅 对吧没念错吧 了怪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呢就是一种奇怪的大帅 可能这么个意思 这边好像在排小女孩啊 傭兵应该不太肯去管 但他前期这个排点没找到人其实蛮难受的 就是他想抓的人一个都没找到 这边根据刷点排过来 还在等 第一波主要求徒拉开以后他没找到 这是什么情况呀 这大哥没找到人 然后这边抬镜子要飞二楼 抬镜子飞二楼 但这边是个玩具章而且没飞上去 那那那你没了呀兄弟 这红夫人就不好打喽 这玩具章这边跳板踩着的 先不跳板踹了吧 这跳板该踹还是得踹啊 玩具章这个地方处理不掉的 他这边的话到那个 这边绕一圈回来 对于红夫人来讲是很难处理的 而且这玩具章带是个飞轮 他下一块掉板再跳一手 红夫人只能是先闪 然后再镜子秒 不好打 但这个阵容呢 说实话 也真的不太好去打红夫人 只是他们开局 那个小女孩和囚徒是苟住了 给红夫人一切 玩具上的话往外走 看有没有机会能放个跳板吧 他这个跳板能放出来的话 应该是一个三台机以上了 我算一下 现在估计就已经三台多了 走量上面来讲的话 已经三台多了 三台半了 这个板子还跳出来 这板子跳出来呢 下一个镜子 击倒完巨伤 傭兵只要能卡半救下来 就是个自然开了战 飞轮不交 这飞轮可以不交 因为这个飞轮交了 你也进不了交互点 进了交互点 红夫人这个镜子走动一下 也会打到你 最后一台机怎么算一下 因为囚徒是可以连线的 他是可以连线的 所以说这边 玩具上的这台遗产机 囚徒是可以通过连线去点亮的 看吧 他这波 只要能卡半救下来 我觉得就够了 囚徒这边也过来了 当然红夫人可以通过开门站 再把这个局打成一个平局 这个是有机会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边玩具上击倒 你们这边机子是不能亮的 对吧 这两台机子是不亮的 亮不了的 对于红夫人来讲 他可以干嘛呢 他可以打出一个上挂飞的缺口 就是个玩具伤 待会儿救下来是个上挂飞 上挂飞的玩具伤 我开门站秒掉 然后在底牌切传送 还是有机子 还是有机会能保皮 机子的话 他们主要是 那个二楼的机子 现在没有人修啊 如果有人修的话 他们可以多一个人力出来 现在囚徒再补 那囚徒再补的话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佣兵这边可以过去救人了 看下是佣兵救还是谁救 最后台机子是小女孩了 这边抬镜子 抬到了佣兵 佣兵一个护臂跳 可以 问题不大 转个镜 转到的是囚徒 这个囚徒反正 他不是押击的嘛 不所谓的 囚徒不是押击的 押击的小女孩 囚徒倒了就倒了 倒了那就少个人贴门 现在囚徒可以去贴门 打一刀佣兵 开门站 玩具伤这里 手里是有跳板的 所以说吃一刀 这边只能跟佣兵啊 只能跟佣兵 跟不了这玩具伤 这玩具伤手里有飞轮 有跳板 吃一刀 玩具伤当面放个跳板 火夫人一个镜子 不一定抬得掉 跟佣兵 然后 抬镜子 佣兵护臂 那没了 那边的话 已经在点门了 他要交闪线的 交闪线 寄到 然后待会儿再 可创到 有 那传送 那边的门50 只能传 这一定传 囚徒这边 是不是双开门啊 没有双开门 这个门 那应该是点了幽臂啊 刚刚应该是点了幽臂 所以这个门会比较慢 抬镜子过来囚徒 倒 交了个电 交了个电 也得倒 这不能不倒吧 这 囚徒一手电 活了 溜啊 小兄弟 小女孩 那边门开了 挽留时间 三十多秒 那边门也开了 三跑 三跑 这个主要是小兄弟 取名字取得不好 小魏梳 名字里面带个梳字的 那怎么赢嘛 对不对 那就小魏赢就好了 对不对 改革命 改革命啊